其實就是上個月發生的事情 糟糕了 好 我們要戴護照 然後交給經紀人 好 然後我就把它拿出來 因為我有戴護照 OK 大家說 怎麼了 好巧的護照 就是那一般 五個人接受通通都不要了 最討厭的就是那一種 愛拖時間的那一種雷隊友 時間不標準 真的討厭 愛拖時間的 然後有一些雷隊友 你不想要帶他們出國你知道嗎 但是你就是沒辦法 這個人就是我經紀人 然後就是我們要準備走的那一天 我們已經打包好了 我已經給我阿嬤一個大擁抱什麼 我們要準備 東西已經上車了 我們要準備出發 她就說杜立 那個 你有看到我護照嗎 完了 這個東西 完了 完了 我想說什麼意思 什麼意思 我們已經打包好了 你不是前一個晚上 也要先看好你的護照 或是你打包的時候 順便看一下 她說 他有沒有戴帽子 檢查一下 他帽子裡面有沒有 護照 沒有 結果呢 結果呢 她就說我找不到 我想說什麼了 所以我們趕快把所有車上的東西 拿下來 開始翻一下行李箱 就找一下 我說找不到 她說 但我上次遇到她 我知道 我上次我們去那個土書館的時候 土書館 我把他們印一個版本 她說應該是在那邊 我說好 趕快打電話給他們 我說不好意思 我就 這邊有一個朋友 他的名字很奇怪 王王 他說 我們這裡有個護照 Wang嗎 Wang先生 Wang 找到了 對 因為在美國他們不說Wang 他們說Wang 所以我們就開車去 20分鐘 我們到那邊拿到他的護照 他說 不好意思 我忘記東西在阿姨家 我要先回去 要嗎 我想說 我們剩下一個半小時 我們肯定來不及坐美景 他就在這裡跑來跑去跑這一間 對 後來我們就是要趕快坐車 然後開車回去 我阿姨家那邊拿一下他的那個東西 然後就標車 剛剛 我們到了機場的時候 已經來不及坐飛機了 然後想說 算了 晚了 怎麼辦 然後再說 我們可以幫你安排下一班到羅山基 但是你差不多晚上11點到 我想說晚上11點到 但是我們回台灣的飛機11點50分 20分鐘 50分 就50分鐘 11點到 11點50 11點50 50分鐘還有希望 對 還有5分鐘 5分鐘 我很緊張 你知道嗎 特別是在羅山基 因為你一定要把行李 你要去拿走 重新登機 重新登機 就趕快 我們下來 等行李 行李下來 趕快 好 好 那個下一個那個 櫃檯 下一個櫃檯 他們已經開始叫BRCE的客人 現在最後一次 3下5分鐘的時間趕快 還要關櫃 對 我很緊張 你知道嗎 我們就是那時候趕快拍一拍 還好他們就是讓我們登機 然後我們到了 我們到了那個 要準備Security check 海關的時候 安全檢查 他們也讓我們插隊 然後我們一到了那個門的時候 就已經最後一個人上飛機 好險喔 那想說你為什麼一直拖時間 哪有這樣子 搞到我們這個飛機沒搭到 還要變成要轉機 對 而且我一定要回來 因為隔天就要上班 我很緊張你知道嗎 他都沒有在想事情 我想說為什麼要一直這樣 但是護照的問題 對啦 因為真的 你也會這樣子喔 你也會這樣子 嘴軟啦 其實就是上個月發生的事情 糟糕了 我們要去工作 然後一行人 8點半的飛機要飛 然後7點半到 因為我們坐山路上班 反正就是7點半 已經提早一個半小時差不多 我7點20左右到那邊 好 到那邊按戴護照 然後交給經紀人 然後我就把它拿出來 因為我有帶護照 然後我可以拿出來 怎麼了 我就很小聲的說 那本語也是沒有護照 沒有的 舊的護照 妳護照就舊的把它丟掉就好 對 我舊的沒有丟 把它灰掉了 我也沒有剪掉 不是8點半 8點35要起飛 那時候已經7點25 我要回南港來也來不及 也不可能有人先飛 有人或是先留在原地 完了 所以就是那一班 五個人 今天我通通都不要了 好輕喔 五個人都不要了 對 我們要當場原地聯絡 聯絡旅客 重新買一班輕的舞章 這一段是在炫富就對了 對 超級低能的 上一點 你們怎麼樣 我發現大家在好多這種雷隊友 其實我發現 我自己好像沒有什麼雷隊友 還是就是你自己就是雷隊友 我發現最雷是我自己 不錯 你怎樣 你知道就是早期在那個 我一開始在 開始旅行的時候 就是走那種背包客路 就是以省錢為極致 當作一種旅行目標 天啊 對 然後當初就是 只要能走路絕不搭車 能搭車絕不搭飛機 所以以前我們旅途 都非常非常刻苦 只要有一段真的超好 就是當初有一次 我在那個中國 銀船 然後我們要移動到呼和浩特 大概六七百公里遠 然後那時候我們要去搭火車 然後他說 我們是不是要買個什麼 臥鋪還是座位之類 對 然後那個價錢是有價差 你知道 當初我想說 有價差 我絕對選最便宜的 直接買站票 站票 六七百公里買站票 因為那時候我想說 這個我腦海中浮現的畫面 就是我搭台鐵的時候 那台鐵的時候 其實不是那種車廂跟車廂 像中間都會有那個空隙對不對 坐在地上 我就是坐在那邊 那邊看一下外面的風景 其實蠻chill的對不對 結果一上車 哇 不一樣 完全不一樣 一上去之後擠到 你知道就是肩病的肩 你進去之後 哇 我連手伸起來抓癢都沒辦法 這麼擠 這麼多人要坐 你是春運是不是 我以為沒想到這麼可怕 人貼人 對 人貼人 我一進去就是站在這樣 然後結果完了八小時 卡在那裡 真的八小時 好可怕 太可怕了吧 我車速度差不多八十 八十多不得了 你多了 結果你知道嗎 在那個卡在那裡的時候 我那個旅伴就覺得傻眼 就看不買座位 是不是輪到這個田地 後來我們看到 我們這樣往下看 發現有一隻手 從椅子下面伸出來 椅子下面伸出來 然後拿了路邊 就是那個地上堆垃圾 拿了一個寶特瓶收回去 然後我說下面有人 後來滴下去看 有人躺在這個下面睡覺 一開始我想說椅子下面 那個天位 後來我發現天才 絕對不會被擠到 就是椅子下面 下面會不會很髒 其實那時候我也不想管了 如果有空位我絕對會下去 真的假的 哇 然後我會把你吃醉了